大家好 欢迎来到凡人趣日频道 今天和大家分享椰香冰淇淋 买新鲜的草莓 果香味浓郁 新型或圆形的草莓 切开后都是实心的 切好以后称一下 大约250克 这是糖粉 取糖粉125克 含量35%的鲜奶油 这里有关键的一步 杯子提前放冰箱冷冻半个小时 倒出鲜奶油大约400毫升 加入撑好的糖粉 用打蛋器打发奶油 刚开始打发是液态的 一两分钟后会变得浓稠 打蛋头经过的地方会有漂亮的纹路 继续打发一会儿 停下来拿起打蛋头 奶油已经变成固态了 打发完毕 加入大约40克椰浆 两勺 三勺 三勺 三勺椰浆 然后再把这个草莓 打好的草莓再倒入 倒入打好的草莓 轻轻的搅拌 不要时间长 差不多就行了 然后直接送进冰箱冷冻 冷冻一个小时以后把它拿出来轻轻搅拌一下 把它倒进容器中 像那个买的冰淇淋 四甜四甜的 而且它加了凝椒 货真价实的冰淇淋 再送进冰箱冷冻五六个小时就可以吃了 这款冰淇淋属于硬冰淇淋 它的膨炸率在80%以上 自己做的冰淇淋没有添加剂 货真价实非常好吃 切几片哈密瓜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和分享 点击凡人趣日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收看 下次见